SANSON GEAR S3 大家好,我是胖胖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SANSON GEAR S3的操作方式 GEAR S3的操作其實和上一代S2沒有太大的差異 都是透過按鍵、螢幕還有環來進行搭配的操作 那首先我們要喚醒GEAR S3的時候 我們有幾種方式 首先是我們利用體感的方式 把手舉起來 它感受到我們要看手錶 它自動就會點亮螢幕 或者是我們可以按側邊的按鍵 又或者是我們可以轉這個環 都可以將GEAR S3喚醒 在操作的方面 我們可以把外面這個環 視為是一個捲動的裝置 所以說我們在捲動任何畫面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個環的旋轉來達成 當然我們也可以去滑動螢幕 這一樣的 那在螢幕的部分呢 就像一般的智慧型手機一樣 它有單點 那你也可以長按 像是我們在這個主畫面裡面呢 我們如果單點 某一個功能 它就會進去某一項我們指定的應用 那如果我們長按它 我們就可以去決定這個表面 要不要移除或者是移動它的位置 那在主畫面的部分呢 如果我們去長按它 就可以更換表面 那至於側面兩顆按鍵的功能 首先上面這一顆按鍵呢 是上一步 例如說我們進入某一項功能裡面 我們要回到上一頁 我們按一下 它就會回到上一頁 那下面這顆鍵呢 它就是Home鍵 如果說我們在某一個應用裡面 我們按一下下面這顆鍵 它就會回到桌面 下面這顆鍵長按呢 它會開啟一個選項 那你要關機啊 就可以在這邊去做操作 那底下這顆鍵呢 如果在一般的狀態下 我們去按它 按一下 它就會進入APP的列表 我們就可以看到所有 這支GEAR S3內建的程式 那同樣呢 我們就可以去透過外面的環 來旋轉來選取它 GEAR S3它也支援語音操作 那只要在喚醒的狀況下呢 說出指令 HIGH GEAR 它就會自動進入辨識的狀態 那我們來進行幾個示範 例如說我想要打開形式力 我只要說HIGH GEAR 打開形式力 它就會自動打開形式力 它就會自動打開形式力 如果我想要設定鬧鐘 我只要說HIGH GEAR 幫我設定明天早上11點半的鬧鐘 如果我想要聽音樂 我只要說HIGH GEAR 打開音樂 如果我想要 例如說查詢天氣 HIGH GEAR 查詢台北的天氣 查詢台北的天氣 今天台北地區的預報訊息為雨 今天的預報訊息為正雨 星期三 雨 星期四 正雨 星期五 多雲 星期六 多雲 星期日 多雲 可以看到它會給你一串的預測 然後還用語音幫你唸出來 那 如果我想要直接用語音打電話 我也可以說 HIGH GEAR 打電話給117 那可以注意手機這邊的動作 是 是 那 因為GEAR S3 它有內建麥克風 它有內建喇叭 所以說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電話的音量 如果我透過手錶播出 它就是直接從手錶這邊 來播放出來 你就可以直接用手錶來進行通話 那我剛在播音樂的時候 它的音樂其實是從手機這邊出來的 主要是因為我現在沒有把音樂 放到手錶裡面 所以說它 在播放音樂的時候 它就會以 手機裡面的音樂 在手機來播放 如果說我今天手錶裡面有音樂 我當然就是可以直接 透過手錶的揚聲器 來播放音樂 那以上呢 就是GEAR S3的基本的操作方式 在播放音樂 在播放音樂 在播放音樂